用水彩来画雨景,几乎是每个想学水彩的人都会想画的,因为用水诠释雨天是非常自然的,诗中诗是非常适合诠释那种诗录录的感觉。 所以当我开始学水彩的时候,雨景是我最想画的其中一个主题。 我在这个频道里有几个不同的画雨景的视频,但是今天我想要多聊一点画雨景的原则。 Hello,我是水彩咖啡听的Eric。 每当我们讨论到雨景的时候,很难不谈到约瑟夫大师Joseph Spookvich。 对我来说,这个毫无疑问的是他代表性的主题。 他设计出了很多全是雨天皆景的视觉语言,因为他很巧妙地利用他这些视觉语言,就让他的画看起来又可信又有风格。 这个其实导致后来用水彩画雨景的学生很难完全偏离他的风格。 这个也包括我。 但我们学会自己分析这种主题还是很重要的,不然当我们自己想要画自己的雨景的时候,我们就有可能不知道从何下手。 所以关于雨景,我想要和你分享三个要点。 第一,连接型。 当然这个不是仅仅为了下雨的景色,这点我其实常常提到,可能你都已经听到烦了。 但是连接型对建立氛围感来说非常的重要。 这对于雨天的景色尤其重要,因为环境被雨水和潮湿的空气所覆盖,所以会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。 所以如果你画了太多,把形状都分开,你就会失去这种气氛的感觉。 第二,用明暗增加深度。 大多数雨天是阴天,那这不就表示不会有阳光直射,因此光线比较没有方向性,颜色的饱和度也低很多。 但是这个不代表没有明暗,相反的我们更需要使用不同的明暗度来增加深度还有空间感。 因为雾气的关系,远处的东西看起来会更淡,而近的东西看起来会比较暗。 第三,倒影。 形状和氛围给你的画背景。 那增加倒影就是增加可信度。 如果地面上没有任何的倒影,那就很难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潮湿的表面。 所以我看起来就会比较是起雾的天气。 那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也没有问题,但是如果你想要给人一种潮湿的感觉,那有一些倒影是非常重要的。 那其实这些基本上也会在实景里面或是照片里面看到,所以要记得把它们画在你的水彩画中。 好,那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过程。 那其实这是参考一个游戏,看门狗军团的一个截图。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,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考虑点个赞,订阅我的频道。 好,那我们就开始吧。 好,我们就来看这幅画的过程。 那其实这幅画的线稿也算是非常的简单了,甚至连透视我都不太有去做,因为主要还是就是把大的形给过画出来,然后只要位置还有大小算是OK,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。 那我一开始用一个4B的工程笔来画,那这个工程笔其实我基本上没有削过,所以它的头是很钝的。 那我是轻轻的画,我基本上只是把笔放在纸上面轻轻的来画而已。 那其实在画线稿的时候,就是一边在画,一边看着我们的原图,然后试着去分析,然后去用身体去理解你在画的主题。 那刚刚讲过这个原图其实是游戏解图,那现在的游戏其实很多的场景都做得非常的逼真,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拿来画的。 那common狗军团这个游戏它也是参照伦敦来做的场景,所以其实很多的建筑伦敦是真实有的。 那它的天气也渲染得非常的好,所以我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,就把这个截图给抓下来,决定要拿来画水彩。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好处,那也几乎算是有一点点作弊的感觉,就是因为游戏的画面, 它们已经是经过它们美术工作人员的处理了,所以最后呈现给玩家看到的画面,其实已经是美化过的,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深度,它们是已经处理过的。 这些雾气都是已经事先打好进去,把那个气氛渲染出来了。 所以相对的来讲,它已经帮你做好了一些决定,让你在画的时候,其实可以稍微不需要想的太多。 所以这个相对的来讲算是容易一点。 好,这边在打线稿的时候,我把它车子还有人物的地方往上移哦,所以我刚刚画的把它擦掉了, 因为我想要下面有多一些的空间,让地面的倒影可以有空间可以画出来。 所以这边画的两台车子,然后右边画一些人物。 那这一张画它的大小是比较长,比较高的,那这个其实也是算是我学约瑟福大师的,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它是蛮常用的,尤其是要诠释那种高楼大厦很高耸的那种感觉,在都市丛林里面那种感觉。 那这种高的这种比例看起来就会特别的把高度展现出来。 所以最右边那个人物是我自己加的,其实我是隐隐约约把Aidan Pierce,就是Combin' Go的主角把它画进去。 那主要是好玩啦,不过一方面也是让这个深度可以稍微增加一点, 因为右边主角它站的位置是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,那到时候再画彩色的时候,就可以更加的把它给抓出来。 好,现在就用4B的自动铅笔画,那因为它的笔芯比较细一点,所以画出来的线条会比较干净一些。 所以画出来之后,我到时候再用可缩性橡皮,把它后面一些之前画的比较脏的,乱的一些线条把它擦掉。 好,现在就是专注把它的形给勾出来。 好,现在清理一下之前画的线条。 那这边我其实是有用一点留白胶的,就是车灯的部分,还有耗置灯,还有路灯这些需要留白的地方,我就先把它画下来。 那其实也没有非常多的地方,就是车尾灯,还有车尾灯的倒影,路灯这些地方。 那这样子到时候我就可以不需要绕过它们画,不需要徒手留白,我可以专注在做渲染,然后我也不需要用不透明水彩再画上去。 所以现在第一层的渲染开始了,我们就调出比较淡,比较水的颜色。 那天空的部分稍微暖一点点,那个这个其实之前我画两个颜色的画其实是还蛮像的。 那这一张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颜色,基本上雨天,本来阴天就是颜色都会比较淡化一点,因为没有太阳直射。 所以就是基本的冷暖就好了,所以我画下来的时候颜色转暖一点,加一些Burn Umber。 那因为湿度够高,所以你会看到底下会积一些水珠,那这个方便我们继续往下画,变成是一个干净的渲染。 所以第一层的渲染基本上就是诠释空气还有光线,那尤其是这种雨天的天气,氛围非常的重要,所以一开始就专注在 诠释它的氛围,它的气氛。 然后这边我在它还没有干之前,我画一点云进去,淡淡的云进去,这个没有在游戏截图里面,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要加的,让天空看起来不会这么的单调。 不过因为是湿中湿化的,所以它干了之后基本上会褪色褪的蛮多的,所以到时候会变得非常的不明显,就是一点点的不同而已。 好,这边我就开始第二层的渲染,我们从上面的建筑,背景的建筑上面开始。 那这个圆屋顶,我有用一点点的水,把上面稍微用亮一点,让它隐约看起来有一些分亮感,有一些光的感觉。 因为还是有光,只是光是从上面来的,那阴天的时候光其实非常的分散,非常的柔和,因为云的关系,那云就感觉是有点像是一个雾镜的感觉,把那个光变得分散很多。 所以不会像太阳紫色一样,有很强的对比的光,然后影子也会非常的锐利。 其实云天基本上就是从上面下来有一些光,就是大环境的光而已。 那这边我们就继续往下画,试着把形连接在一起。 那刚刚试中试的时候,我有稍微加一点点的细节在里面。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尽量的一气呵成,把背景的这个建筑一次的渲染,把它全部画出来。 所以在画这样子算是比较大片的渲染的时候,想要连接形的时候,有些东西就不要太纠结。 如果说有些东西没有画出你想要的细节,或者是有一些形,你想要画得更完整,更完善一点。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就画得太慢,让那个渲染干掉的话,那其实我觉得是不值得的。 所以尽量把渲染给画完,所以速度有时候需要加快一点。 就算有些东西你画得没有这么满意,有干净完整的渲染,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。 这边趁它还没有完全干,再加一点点细节进去。 这边有点少为想要强化一点它上面的建筑的一些细节。 那但是还是失踪失,然后还是没有画得这么的暗。 所以眼睛闭起来的时候,它还是在同一个形里面。 所以这边也是这个时候画一些朦胧的细节在里面。 因为失踪失在全世界细节的时候,它会很自然的晕开来,那这些细节就会变得比较柔和一点。 所以我们自己手打雾气进去的感觉。 画到身边来的时候,遇到车子这些地方,然后散的地方我就徒手留白过去,因为我之后想要一个比较干净的分割。 那但是其他的地方,其实我后来就决定就直接把它画过去了,因为之后大部分车子的地方还有人物的地方都会比较暗一些。 那除了后面的白车,还有车子旁边一些反光的地方,我就留白其他的,就是直接把它画过去了。 所以这边就稍微调比较冷的颜色,然后多加一点点的水分,把这个第二层的渲染给画完。 好,那这一层渲染完成之后,趁烂还没有干的时候,这个就是好玩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时钟师。 我们就可以先把一些部分的倒影给画进去。 那像左边车子的地方,它后面暗部和下面的倒影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,把它的氛围给渲染得更好一点。 有些东西就不需要硬是要把它做分割。 这边就开始挑出一些比较暗的颜色,然后开始把倒影给画进去。 那第一层的倒影我们就专注在画大的形上面,所以背景建筑的倒影现在就把它画进去。 那除了车子旁边要留白的部分,还有天空一些倒影留白的部分,我们其他的就一并把它画进去。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画人物的倒影还有车子的倒影上去,增加它的深度。 那趁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半干干净的笔,画一些上去,会把一些颜料抓起来。 这样子让它地可以感觉不会这么的像镜子一样,完全是平的。 好,现在第二层渲染其实也干的快要差不多了,趁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,我们再加一些下面的暗部下去。 那接近地平线的地方,接近道路的地方就开始会多一些的细节。 那这边我们就,其实就是画一些形进去,我也没有特别在想说都是画什么,可能就是一些建筑的阴影的地方,或者是一些比较暗的地方。 重点就是让它看起来稍微丰富一点,不会这么的单调。 好,那现在我们开始画第二层的渲染,我们就把右边建筑离我们比较近的画进去。 那这边就画稍微画深一点。 所以这个比较深的建筑画进去之后,深度就开始出来了。 所以现在你稍微逆着眼睛看的话,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明暗度。 最后背景的天空的地方,虽然是亮部,然后中间调,大概是中间背后背景的地方,背景的建筑。 然后现在这边的暗部,就是在画接近前景的房子。 那其实到时候在画人物还有车子的时候,会画更暗进去。 不过基本上就是三个到四个明暗度,其实就够了。 好,画到这边我们就把主角画进去。 其实也没有画什么细节,就是把一个轮廓,把一个形给画出来,就这样子。 它的长外套,然后它的帽子。 那后面的人其实在截图里面有,所以我们就参照截图的形给画进去。 其实它那个动态其实还蛮不错的,就画下来。 然后雨伞的部分,背景的另外一个人,他往旁边走。 然后这边再提示一个小人在后面。 人物其实就这样画完了,简单的几笔。 不要画得太多,也不用太纠结,要画什么细节,这些其实不重要。 只要他们只要他们的暗度是比较够的,那个深度就会出来。 其实这个人物进去之后,深度就出来。 你就会感觉到这些人物在这些物器的前面看得比较清楚。 然后后面的建筑,就是朦朦胧胧的有一些细节,但是不是这么的清楚。 所以每一个元素,他们扮演他们的角色,建筑是背景,给你一个空间感,给你一个地方的地标的感觉。 那前面的车子还有人物,就是让这一个画里面增加它的故事的感觉。 这边车子也把它画进去。 这个车子比较暗,所以我们就可以画暗一点。 那因为刚刚有用留白胶,所以就不太需要担心车凳的问题,就直接画过去就好了,没关系。 那当然上面,朝上的地方还是可以留一点点的亮布,让它感觉有光从上面下来。 好,这边我就用水,连接到下面倒影的地方,先打湿。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画第二层的倒影上去,第二层的倒影就是暗部了。 所以现在就把车子的倒影,还有人物的倒影给渲染出来。 所以让它的倒影也有层次之分,跟上面的景物一样,跟石景一样。 就是上面人物跟车子比较暗,所以下面的倒影其实也是一样的。 手动光坠的概念。 那尤其是右边主角它的倒影,应该要比其他人的稍微再更深,再更明显一点。 那这边称施重式的时候,我们也可以稍微把一些地面上的一些细节给画进去, 因为地不是完全平的,地也不是个镜子,所以有一些明暗之分。 那这边加一些水,然后用纸巾把它按掉,把它的一些光给画回来。 现在整个雨天的气氛已经十足了。 所以连接它的形,然后利用正确的明暗,然后再把倒影加进去, 其实雨天并不难。 只要你知道要怎么使用这些视觉语言, 怎么样做一个干净,漂亮的渲染,其实雨天并不难化。 这边背景建筑,再做一些的调整,然后就把留白胶给抓掉。 那这些留白胶用掉之后,你就发现这些灯的感觉都出来了。 尤其是车尾灯,还有车尾灯的倒影,那个效果出来我感觉非常的满意。 不需要再用不透明水彩画上去。 感觉特别的干净。 那我在旁边一圈我画一个红色的光晕,因为它的灯其实是红色的。 好,这个就是完成的画。 希望你喜欢这幅画,然后也喜欢这一次的过程。 好,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视频。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画雨景了,所以画得还蛮开心的。 那最近这里有一点干燥,所以希望很快可以下点雨。 好啦,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,我们下次再见啦。